好的我们这边来看看SA对战AG的第一局下半场 这把的话也是一个疯疮加张狂 那估计闪的可能性最高 然后今生也有可能吧 因为有个咒术有个前方 这套阵容我觉得跟上一套阵容比差远了 真的差远了 这套阵容你去打 它的一个扎实程度不够 你别看好像守木人拿出来 好像咒术师拿出来能针对 那都是空的 就是扎实起来扎实程度比起来 病患杂技真的要好很多 这套阵容如果上来抓个祭司 我觉得都可以 我们看一下这边带的是个金身板 应该这个CD的话可能带的是个金身 第一波追反正带了金身板的就不用管前锋了 这边看第一个点是谁 好像是前锋 前锋的话应该不会管 独动过来是祭司 祭司这边的话应该是有可能会被滚一下 这一下应该 卡住了 卡住了 独动这边滚 祭司能滚啊 能滚 就看这边多久滚上了 滚上一下的话 我觉得变形态丢夹呢 祭司下板 好像还是滚两下会不会好一点 不过它带的是个金身 所以说这边滚一下滚上以后 切形态来追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它后面那一刀也不一定补得上嘛 对吧 这刀早点补可能会更快击倒 你真滚了两下 你后面切形态 然后这边 祭司这边这个洞应该是没有瞄准 那这样的话 皮皮查这边切形态 一滚一个悲观收了 有尖刺 有尖刺 所以说这边的话应该是扛不住了 转动 尖刺起 祭司除非有一个无敌针 除非有个无敌针什么的 把这洞给打了 一个无敌针 躲掉一个悲观的话呢 那这个局还有一些牵制的空间 这边的话 皮皮查这刀落地刀 刚好把这个洞给打了有点亏 顺势过来滚一下前锋嘛 没必要了 这个时候它新生 所以说赶紧起祭导 这个祭导其实已经偏慢了 一分半了 这边祭司尽可能拉距离 就是不进你的一个悲观射程范围 这个夹子撞到东西了 还能再拖一手 还好现在没有动 祭司但凡再有个动的话 这个局可能 我觉得穷者的机会就打出来了 现在的话还行吧 切形态 再开尖刺 来滚一下前锋 但穷者这边应该是能够判断出来的 你要是个闪现的话 刚才打法上面 可能就不是这个打法了 不是这个风格了 就滚两下直接一个闪了 一下没滚到 那算了 皮皮查这把的话 其实在整个节奏方面也不好 也不好 转化金身 这 这人家有闪的话 我觉得刚才 那个 他们这边的话 没有能够想到 其实这套阵容 你应该去判断一下的 我觉得应该是去判断一下 到底是不是带的是一个金身 那这样的话 整个局势其实还可以吧 我觉得两边55开 大家可以看到大数据给的一个概率 也是差不多的 以正态的分布 就中间平局 以平局然后两边四散分开 这一刀的话 抓到祭司 整体上面来讲 机子还差 还差差不多一台 一台不到一点 但是后续的话 因为这边破轮是没有带挽留的 他在挂飞祭司以后 后续其实节奏不太起得来了 就是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给他 前锋这边还要来搞 一刀先把前锋拿了 那这样的话 他被迫要再起形态 然后一个戏谑悲观 那这个戏谑悲观的话 怎么地还得等到这个CD好了 而穷者已经在修最后台密码机了 你还别说 这波前锋撞撞得非常的好 撞了以后给穷者更多的一些机会 下一波的话 这边救下人来以后 让祭司来救人什么的 然后祭司后面宝 是有可能盘出一个四轮开门战的 所以这边的话 我觉得前锋这里 撞完应该是一个穷者保平阵阵了 那就看BBX这边的一个选择了 他是选择控场还是打针队 我觉得这个局他没有带挽留 他得打针队 他是打针队 这边丢夹封口 一刀没时间挂了吧 外面的话 穷者这边需要重启台机子 已经在修了 祭司已经在修了 那这台重启机子的话 应该是穷者一个四轮开门战了 因为上锅挂的祭司 就算被你抓到 他也就是个二挂 而你这边的话没有底牌 你控不了这边的机子 他只能在这边打 那球者这边选择四扇拉开 然后咒术在后面蹭锅 这个局这有可能是一个四轮开门战 真多跑的 滚上前锋 这边管 管这个咒术 管这个守木 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的意义 因为这两个人就算击倒了 那又能怎么样呢 现在的话 祭司那边的机子 已经是修到80%了 祭司 这里 待会儿 甚至开门战可以连个大洞 或者说给到一些小洞 更多的话 我觉得可以连一些大洞 咒术师手里有孤 前方有半颗球 完了 这局要多跑了 刚才哪个解说 说这套阵容不行的 我就奇了怪了 人家职业战队选出来队伍 选出来的阵容 对吧 日本小狼队 这么强的一支队伍选出来的阵容 你居然跟我说不行 你懂不懂这个游戏 这波精神交易的话 前方手里还半颗球 这半颗球拉开距离以后 破轮只能去管门了 只能去管门了 祭司 这边 穿洞走 好的 那应该四人开门战 再回来 四人开门战争多跑了 对于PPX来讲的话 现在这个局是干嘛的 他要留一个 尽可能留一个 你别说这个局 有可能一个都留不了的 真的有可能一个都留不了 因为这边那会儿还可以继续跟你打的 有孤 有铲 甚至还有祭司的洞 还给这套手中打60分 哎呀 一个奥利奥 可惜 这波洞打过去 那边门差不多就 门没开 前方这边的话没有点 前方没点门的话 那这局可能四跑的可能性不高了 如果两边的门都点开的话 我觉得这边穷者还能再来尝试打一打的 因为前方手里面还有个薄米没有交的 还能打一打的 现在的话因为门还没有开 所以他们要开门什么的一系列的 然后再这样 比如他这边挂着这张椅子的话 离门 他们这边好像也没有想要去争四跑 不是狼队应该这个局面要去争四跑的呀 可以可以打得非常不错 但是其实怎么说呢 为自己说一句话 我觉得这套阵容真的不是特别的好 相比第一局上半场的那个阵容 但是他们穷者确实打得很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看双方第二局